大家好,今天的跨题是如何将中国的苹果IP账号更改到其他国家地区,以及填写的方法,具体怎样操作,转向我会一一为大家讲解。 第一步点击设置,现在看到这个画面,因为处于IP保护饮食,所以不方便显示给大家看,大家要多多谅解,不好意思。 接下来我们点击国家或地区,点击更改国家或地区。 然后我们能把IP转到哪个国家以及地区的话,如果是我选择香港,香港跟我们内地的话,应用程序应该都比较丰富一点。 点击香港。点击同意。 现在显示有信用卡信息了。 这个IP已经转到香港,所以显示有信用卡的那些信息。 我那个是万事大了。大家如果转去没有信用卡的话,就到网上去买一张信用卡。 如果不知道在哪里买,我可以介绍回大家去哪里买。我们去淘宝买。 然后随便显。 一个卖家跟他联系。说要一张心理信用卡来注册苹果ID收件证码。 然后他会跟我们说要多少钱一张,然后他会跟我们说价格。 如果价格合适,大家就买单。买完单他会发信用卡号码,以及有效期限。 然后我们根据他发信用卡号码。 然后我们根据他发送给我们的信用卡信息。 已经连线。 就去填写流程。按照他发送给我们的号码输入。 如果填写信息错误的话,会转期的话就不成功。 这个就白费写信息了。 所以大家填写号码的时候,一定要注意填写信息是否跟卡号一致。 号码。 号码、信用卡,十几位数字。 到期预期是有效期限那些。 比如二零零二五二十日。 然后安全码下面也要填写正确。 然后填写姓名。 然后就写香港。 因为我们香港。 那我们是选择香港地区的。 所以要填写香港的地址。 还有跟手机号码。 也是要香港那边的手机号码。 那我们不知道那边的地址是多少什么的。 号码也不知道。 那我们到地图那里去找找吧。 找一个有效的地址。 然后就联系方式。 我们选择十一大广场。 然后沾写地址。 然后分析下面。 後面的接到下面後面那裡寫 然後再寫 再過去輸入 拷貝 然後寫贊連 好了 然後就點擊確定 然後就如果沒問題的話 信息什麼都填寫正確的話 這個就沒有什麼問題了 可以安全完全成功的轉到香港地區的ID 可以更改了這個沒有問題了 重要的是說三遍 填寫正確的信息 一定不要忘記 好了 現在就為大家講解到這裡吧 好 好 好